北海道GO啤酒 好 快樂騎單車出發之前 其實我們要有一些知識跟常識 來保護我們自己 所以老師要出題目來考大家 老師請說 今天的題目就是 騎乘腳踏車之後 最需要拉伸的部位是哪邊 那麼騎之前要暖身 騎完之後哪個部位要拉伸 拉伸 就是伸展 好 那有幾個答案呢 兩個答案 兩個答案 好 兩個答案就在等一下節目當中 我們陸續會告訴大家 那如果您答對的話 我們就要送給您說 我們龔老師的這一本書 神奇網球按摩 也就是說透過網球能夠舒緩 這個運動之後有一些酸痛 或是調整一些姿勢 不良的一個酸痛 好 趕快搶答 寫在我們三天新聞網站上面 就送給你這一本好書 好 不過接著我還是要請教 我們夏美老師 騎腳踏車的時候 常常會有一個疑慮就是說 這個坐墊到底要選軟的還是硬的 這個剛剛坐起來 其實真的是好像坐太久 會覺得不太舒服 對 因為一般我們騎屬女車的坐墊 都會覺得很厚 跟沙發一樣 比較軟 軟Q軟Q 這個頂空空呢 對啊 但是因為其實軟的話 你騎半個小時左右 是很舒服的 你騎長程距離的時候 比較建議推薦 還是以比較硬一點的坐墊 會比較好 因為我們會穿車褲 車褲其實裡面有後墊 車褲喔 但是要請教主任啊 我們有一位愛騎車的羅醫師 他跟我分享說 他說這個選對坐墊還可以防 對 還可以是不是按摩設護線啊 我不知道 我不會去解羅醫師 可是真的還是這樣講 他說這個選對的話 是對設護線是加分的 真的嗎 可是一般我們從文獻上面來看 騎車事實上這個坐墊 坐的時間久的時候呢 它會影響到外陰部的神經 甚至血管 也有人報告會影響到伸直 對 對 所以說 有的人騎久了 他的這個外陰部呢 胯下會覺得會麻 對 這時候就是因為局部的神經呢 已經受到一些影響了 對 原則上 我們就是建議說 就是該防範的還是要防範 像車庫啦 坐墊啦 高低啦 最主要當你覺得有不舒服的時候 可能就要減少你這個騎乘的時間了 所以沒有剛剛講另外一種好處就對了 可能是例外或是少數 因為大部分的文獻報告都是騎久了 有的是對男性 你本身如果攝護線有問題 或是說有些 應該是說 這生殖方面的問題的話 可能會有些影響 就是血管神經 因為局部壓迫的關係 所以也有人設計出來 這個坐墊中間是有一個 洞 對 中間是有一個裂縫的 他就是為了想要減少這方面的神經 去被壓迫 下一次我們就可以把羅明宇醫師 請到現場來跟大家分享 因為他是一個愛騎單車的醫師 所以夏美 不管上一下也都沒有這個問題吧 其實沒有 因為我們目前我的坐墊 我選擇是適合女性用的 像剛剛醫師說 他有說中間其實有洞 如果中間有洞的話 他會減少我們陰部的壓迫 其實這樣就比較不會有那方面的困擾 OK OK 好 接著我們要請教主任 謝謝我們龔老師 自行車 哪一種車是最好騎的 當然這裡面有賽程的 或是一般的 主任幫我們來看這個腰椎 或是說戰力 淑女車 運動車 競速車 比一比 好 如果我們從一個正常戰略腰椎來看的話 其實我們的腰椎是有點像前傾 這是前方 這是後方 所以你看我們騎淑女車的時候 其實是非常接近的 也就是說它是一個腰椎算是在挺身的狀態之下 這應該 主任我可以這樣畫 這樣好像算是這樣嗎 對 比較直一點 那我們正常戰力是稍微一點點前傾 對 OK 所以代表說我們騎出女車的時候 事實上它是有點挺的腰的 就是身體是這樣直的 那這個時候其實它在騎的時候呢 它的腰部的承受的重量會比較多一點 因為它手的這個 因為它手分散力量比較少 它都是平靶的 所以它手出力少 但它腰的負荷就比較多 所以它對腰的這個力 就是它血的力量會比較大一點 所以呢 如果你有椎間盤突出的病人呢 你可能這樣子騎的時候 如果碰到地面是不平整的時候 它的撞擊力就直接就傳上來了 所以就會比較容易不舒服 那就是椎間盤有突出人 或是有一些毛病的人 他就比較不適的是騎俗女車 對 其實太直 而最主要還是因為那個 最主要騎車對椎間盤影響 還是它重力了 所以我們希望你要騎平穩的路 不要騎很顛簸的路 就沒有辦法去騎屋嶺了 可能比較冒險一點點 然後車子選擇當然就是要稍微軟一點 那可能就是像什麼爬登山車啦 比較有彈性的 椅子比較就是有彈性的 比較不要直接把力量撞上來 然後脊椎就直接產生力量這樣子 好 那我們再看看 競速車剛好是一個 剛好是一個相反的 一個完全不一樣 因為競速車它要極度的彎曲 但它極度彎曲的話 它很多力量其實用手來 就是分成它手部上面去 所以對於這種姿勢來講的話 其實它主要是肌肉 它背後的肌肉 其實是一個很大的張力 在這種狀態之下 可是對於腰椎有問題的病人 譬如說像這個所謂退化性腰椎關節人 脊椎管腔狹窄的病人 它反而彎的腰騎 它的腳的症狀會比較舒服一點 這是不太一樣的 所以說我們常常看到很多 退化性關節人 腰椎關節 脊椎管腔狹窄的病人 它走路走不遠 因為它走久了腳會痛 但是你家去騎腳踏車 它就很舒服 它可以騎一天一夜 都沒有問題 所以它反而是可以騎進行 它彎的腰 當然也不用這麼彎啦 大概就這種中等程度的彎 其實它就可以了 它騎這種腳踏車的時候 它稍微有點前傾 然後它的脊椎的壓迫身陰症狀 就會得到改善 這種的話主要是 後面肌肉的張力會比較大 我們都會建議就是這種 其實也不會太挺 但是也不會太彎 然後這樣會對肌肉 也會比較協調 這個時候你的手的分散 這個壓力也不會像這樣子 這麼大 因為很多力量都跑到手上去 所以這一步就是 算是競速車了 對不對 就是競速車 因為它很低 它非常低 所以它手要撐得很大的力量 這一台就競速車 對 那就是手的力量 如果久的時候 有時候會有神經壓迫的症狀 會跑出來 那主任這樣 我們就得到一個結論啦 我不曉得這樣 可不可以這樣大膽下結論 所以我們一般人如果要騎的話 就是運動車啦 是不是 對 就是說當然鼠女車是入門款嘛 像我們一般 這個是非常基本款的 U-Bag就算是這種的啦 U-Bag就算是這種 這種 鼠女車 對 那一般人騎的話 我們建議 就是要看自己的身影狀況 那有人騎這樣 可能又太過彎了 可能會不舒服 所以我們建議 大概一般這樣子 稍微一點彎去就可以了 剛剛講這個是追尖盤突出的人 追尖盤突出 如果這樣子的話 它力量很容易傳上來 可能會增加它的壓力 對 就比較不適合這樣子 那一般來講 還是聽起來是運動車 運動車會對 可能就是對自己的脊椎會 剛剛好它也不會太挺 也不會太彎 就老少嫌疑啦 會比較舒服一點這樣子 全家大小應該都比較適合 是 好 謝謝主任 那這就要有請 夏美老師再幫我們分析一下 就是運動車跟競速車 價錢會不會差很多啊 其實因為這樣 因為我是財經台 所以我要幫大家有健康之後 財富這個部分 我還是要幫大家把關一下 一般來說運動車有點像是平靶的公路車 它的靶就像這樣子是平靶的 平靶的公路車 平靶公路車它的費用 其實便宜的話 一萬塊就有了 OK 但是重點是它比較重 它會比較重一點點 你可能在騎山路的時候 就會比較吃力 平靶的話比較適合騎平路 像我們可能去騎河濱啊 或者是其實像騎西濱 西濱也不錯 很多人都會騎西濱 對 還有像是環日月潭 那都是一個不錯的路線 那如果你想要競速一點 那就是彎把公路車 但費用可能會比較高 便宜的可能是三萬塊起跳 就是挑戰難度比較高的 你就可以考慮是競速車 應該是比較專業部分 好那騎彎腳踏車 重點來了 我們要紓壓一下 舒緩一下 有請我們的公老師教大家 怎麼透過一些小動作 舒緩您因為騎車之後 帶來的不舒服 好 我們騎完腳踏車了 先休息10到15分鐘 那才開始做收操的動作 所以老師 最主要收操的是要拿兩個部位 一定要做 拿兩個部位就是我們騎車的時候 因為玩把車 然後我們頭部要一直往上抬 看著前方 所以頸部在長時間的收縮下 它都會產生痠痛 一個就是我們的脖子的肌肉 就頸部嘛 頸部的肌肉 再來呢 是因為我們踩踏的過程中 四頭肌就是大腿的肌肉 一直在用力 四頭肌會痠痛 靠近四頭肌的卡進術 也會連帶的又比較緊繃 所以大腿前側的肌肉要做放鬆 所以最需要拉伸的就是我們的頸部 跟我們的大腿 沒錯 好 那頸部要怎麼再這樣做一些拉伸 就是應該收操的 收操的動作 就是我們騎乘的時候 下巴都是前凸的 就會有點像我們打電腦 馬祖人說打電腦的動作 圓人症這樣子 對 圓人症 所以我們要把我們頸部 稍微往後收進來 就是收下巴 收到什麼程度呢 收到我們的頸椎後側 整下肌群的位置 感覺有被拉伸 蹦蹦的感覺之後呢 OK 差不多 然後我們就一隻手戴住我們的太陽穴的位置 然後呢 另外一隻手背在後方做一個 反向的牽拉的動作 這樣就可以放鬆到我們肩頸部的肌肉 然後再來再換一邊就對了 換一邊這樣拉 沒錯 再換一邊 那一次的話 頸部舒緩就對了 對 頸部的舒緩 一次大概做30秒鐘 然後我們兩邊可以反覆做個3到5回合 那就可以有效的放鬆我們頸部的肌肉 所以這時候不是我們習慣要這樣轉頭 其實我們肌肉在緊繃的時候 如果再轉頭的話 那個就好像有點 對 其實關節空間不夠的 再轉會受傷 所以不可以這樣轉 因為昨天我們也有想說不舒服就轉一轉嘛 不行 剛老師說對了 是要用被動 而不是主動 你轉頭是主動 你眼睛已經難過了 對 我們就說被動是最安全的 而且是最好的效果 就是效果也會好 而且也不一定會受傷 所以是用被動 是被動 對 被動的伸展 不要讓關節的一些壓迫再增加 那再來我們下肢的部分 我們就需要簡單的滾筒 這是滾筒 這種泡瓶滾筒 因為它很耐壓 然後它又可以提供我們身體壓力 所以我們就隨便找個地方擺下去之後 我們身體 那我們沒有滾筒 用那個喝水的那個寶特瓶可不可以 寶特瓶還不行 待會教主持人做一個比較簡單的方式 OK 然後我們這個滾筒直接擺著 然後對著我們要按壓的目標區塊 大腿前側的地方 對 做一個躺下來側躺的動作 然後做一個滾壓旋轉 去把我們的肌肉做一個碾壓放鬆 那大腿我們就可以分上中下段 去做一個分別的一個加壓 OK 這樣就可以把我們的肌肉 緊繃的肌肉 把它鬆解開來 嗯 那主持人剛剛提到說 如果沒有滾筒的話 對 那我們簡單用這個 雜誌 雜誌 家裡都會有雜誌 對 小朋友不要的自修 我們就直接捲起來 就像是在捲這個壽司 要加毛巾嗎 要加毛巾 OK 像在捲壽司一樣 把它捲一捲 其實它的厚度 就跟滾筒一樣 那也很耐壓 就綁起來 其實不用把我們壓著 對 壓著就可以 綁著好了 綁著它比較不會閃掉 那其實我們做按壓的話 這個壓力是夠 它是不會閃開來的 對 就是簡單的一個自製滾筒的方式 好 所以做完 應該說騎完腳踏車之後 休息一下 我們要做收操 甚至是拉伸的話 就是頸部跟大腿非常重要 那果然回來之後 我們的主任也會教我們 古四頭肌怎麼樣強健 因為這也可以預防 脫下性關節 還保護我們的膝蓋 同時下面要跟大家分享 此生必去的五大騎單車景點 不要錯過 寧可不喝 只要iWater 二十五年歲專家 iWater 金字塔能讓活水機 一個人沒有同類 坎晨影展最佳導演侯孝賢 會外賽最佳電影配樂林強 刺客聶影娘電影原生專輯 相信音樂年度具現 欸 聯手會說今年 可能會升息 那明金買了 隨時隨地輕鬆理財 好 你真行 歐洲去基金表現好像還不錯 上網買囉 定期定額 OK 你厲害 洞見趨勢 掌握先機 哈 你學我用新展 新展數位化理財服務 彈指間輕鬆贏得先機 美元一年期定存最高1.45% 網路申請另抽Apple Watch 有錄安 薄荷口味 吃一口味 蛋薄低 蛋薄涼 蛋薄香 有錄安 最感冒頭痛 真有效 有效是當然的 好人 真是高明 感冒頭痛 有錄安 薄荷口味 酷 作為中國最大的拍賣企業 保利拍賣 2015年上半年 成交額達50億元 連續15次 成年中國大型藝術品拍賣 成交額首位 保利拍賣 將為您提供最為專業 全面優質的服務 委託中國藝術品 請首選保利拍賣 成交額 是時候做一個變化 新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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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已經造成 物 新計畫 新計畫 新育物 同樣的肌肉 更可惜 新計畫 新計畫 成交顏 新計畫 新計畫 Go forth and rule the rules 开始 树立式含维生素A 可帮助维持暗速视频 树立式叶黄素 奈世雄美语教材 荣获国家品质精彩奖 点读笔让英语学习更容易 设为教室让学习更有趣 互动学习光碟让亲子关系更靠近 Let's learn English together Pikker Fan You and me We can do it 奈世雄美语招生中 半门号只能去实体门市吗 台湾之星网路门市 正式开战 月租费砍半 保证最低价 用多用少 月月保证付最少 台湾之星网路门市开战 T-Star 台湾之星 欢迎订阅 欢迎订阅 小方让您见看N四方 刚刚我们的龚老师请教大家说 我们在骑完脚踏车之后 最需要拉伸的部位是什么 刚刚其实亚方有一再的 明示跟暗示有两个部位 您记得了吗 好 赶快把答案写在我们 三天新闻网的网站 答对 我们就送给您龚老师的这本书 我们随机抽样 就送给大家好书 网球按摩的神奇力量 跟大家分享一下 好 接着我们要请主任 也跟大家分享一下 主任刚刚讲 对于在膝关节的保护 所以训练我们的 股四头肌很重要 而且这个训练 就是平常是我们要出发前 运动 出发前 或出发回来之后 就是运动完回来之后 都要再做这样的一个训练吗 是 我想训练就是两个方向 一个就是做伸展 就是刚刚龚老师也教过我们 做肌肉伸展 还有就是肌力训练 这两个是平常我们都可以练的 那目标呢 就是训练股四头肌呢 把它训练好了以后呢 然后做适当的伸展 我们可以预防 我们膝关节的问题 像这个冰肩炎啦 或者像有的时候冰骨不稳定啦 或者退化性关节 这都有帮助的 而且它有训练方法有很多种 可以由浅到难 每个人都可以 试着自己的状况 慢慢调整这样子 这就是说我们台语讲的 五百五波比 多做就多保佑吧 那所以主任带我们来示范一下 就是在家里现在看电视 就可以轻松来做咯 我们刚刚讲过了 我们可以从最基本的 甚至膝盖不舒服的时候 我们都可以做 像最基本的话呢 我们就记得就是 关节不要活动 然后关节不要负重 我们就练习抬腿 很简单 就把膝盖伸直 用你的大腿的肌肉力量撑住 就撑个十秒钟 或者二十秒钟 然后呢 再直直给它放松 当你做到 觉得这个很简单的时候呢 你可以加一点关节的活动 练习这样抬起来 然后再慢慢再放下 如果再进阶的话呢 你可以在脚上面加点重量 比如说加一个沙包啦 沙包或是穿上比较重的鞋子 有水 鞋子也可以 如果当你练到这个东西简单了 你就可以开始增加点重量 比如说我们刚刚一开始的时候 老师有教我们做Squad 就是半蹲的动作 我们可以从小角度开始练习半蹲 小角度一点点 不要多 然后两脚保持平行 一点点 如果还OK的话 就可以再多一点 再深蹲一点 再慢慢下来 对 所以随着你的目前训练状况来定的话 可以从最基本的直腿上抬 不负重不弯曲 然后呢 慢慢做到膝盖弯曲 而且负重 甚至你觉得很简单的话 还可以做点蹲矩 这是比较更进阶的 这些骨石头肌的训练 深蹲到底有什么好处 他们平常常讲说 如果可以的话就要深蹲一点 深蹲其实并没有太大 深蹲其实是这样子 深蹲对关节的压力很大 所以有些人呢 他不太适合做很深蹲的训练 但是深蹲对于这种训练是非常好 但是呢 只限于比如说关节没有问题的 或者说比较年轻的运动员 他们肌肉已经很强壮 是 不过一般人 你假如做太大深蹲的动作 他膝盖会不舒服 尤其是40岁以上这些中年人 所以我们都会建议从小角度开始练习 对 小角度的这个蹲 比如靠到墙壁蹲 这是叫浅蹲 我们就靠墙壁练习一点点 10度15度啊 然后慢慢练习 当你练到够强的时候 你就可以慢慢慢慢再增加深蹲的脚步 或者是刚刚您教我们抬腿 抬腿是最基本的 或者是加重在这个脚步 你在办公室啊 你在家里面看电视啊 任何休息的时候 你想到就可以练习抬腿的东西 好 非常谢谢主任教我们这么简单 而且是受用的 这个就是保护我们的膝关节 甚至突压性关节的一些预防也有帮助 好 那么接着我们要有请夏美了 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上山下海刺身 他觉得说你一定要去的 这个单车的景点 所以夏美来分享 不骑后悔必胜一定要骑的地点 而且我们来看日月潭 这个CN应该是说票选全世界 单车美景 十大美景之一嘛 对 因为其实日月潭 它是全家人一个family 都可以一起去挑战的一个单车路线 因为它环台一圈大概是三十公里左右 而且它的美景真的很漂亮 从上山公园开始当起点 绕一圈这样真的是很不错 而且台湾人一生要做的三件事 一次就是骑上环台环台一圈 环台一圈 环岛一圈 环岛一圈 对 再来的话就是登上玉山 第三件其实是永渡之月潭 那我们不会游泳的人 我们就环台一圈 环台一圈 也可以完成台湾人必做的三件事 再来的话就是台湾公路最高点 五岭 五岭的话它现在电影破风 刚好也是在那里拍的 而且就是台湾车友 他们一圈都一定要去挑战一次五岭 所以五岭是最重要 那我们骑完台湾车友 一圈一定要挑战的就是日本车友 一圈一定要挑战的富士山 你是刚从富士山这边回来 对 我六月刚回来 这件就是我的晚期纪念车衣 而且很特别的是 它是特制的 它在这里会映上你晚期的时间 因为它有分金银同环 它全程是25公里 从海拔1100骑到2500 那如果你骑65分钟以内 你的这个环就是金色的 那你如果骑75分钟以内 就是银色 那同环就是90分钟 那因为我没有骑90分钟以内 所以我就是粉红色 重点是它非常领域女性 因为第一组是选手出发 选手出发在第一组 女生就在选手后面第二组出发 再来才是男生一组一组接铃这样子 然后因为我们是六月去 所以你会看到山顶还有白白的雪 还有点白的雪 真的非常非常漂亮 很幸福的感觉 那它的那个路 就是它的多长的一个赛程呢 全程是25公里 然后军坡大概是5%左右 但是因为我们去的时候天气很好 大概是15到20度 你骑身起来感觉真的非常舒服 所以我们现在在画面上看到就是 这是 我今年去骑车的照片 而且最重要是它骑在公路最高点 五合目 五合目山上有一个富士山形状的 波罗面包 真的是世界好吃的 非常非常推荐 那因为其实 真的吗 真的 我都觉得好想吃喔 而且因为其实公路最高点在五合目嘛 那我们其实七八月的时候 它是可以登山的 你想要登到富士山山顶的话呢 就是可以七八月再开始再往上走 有一些人他会先完成环湖 环富士周遭的五湖完之后 我骑小号车骑到五合目 在七八月的时候再登顶 攻顶看欲来逛的日出 真的非常非常漂亮 哇 所以它这样子一个旅程大概是几天 其实五天就可以了 在日本五天 而且因为旅程还蛮划算 日本很近大概四万块 就可以达到你去攻顶富士山 因为最近日圆 虽然有在谈生上来 但是因为这一波实在是扁太多 所以去那边 倒应该算是蛮划算的 真的很划算 那这个是算是 比如说您是专业的嘛 对专业的单车达人 那像我们如果要带全家大小一起去 OK吗 这个检点 还是说 他一定是要有可能有经验的 因为他玩骑时间很长 四个小时 像其实有一个姐姐 她跟我一起去骑车 她脚踏车还是借来的 但是她平常在台湾 有在路跑的习惯 但是她还是以三个小时的时间 完骑了这场活动 因为她完骑率很高 大概是98%左右 参赛者总共有8000人 8000人的一场赛事 那如果你会觉得这个 爬坡太挑战了 你可以选择中国桂林 因为在桂林骑车的感觉 我觉得就很像在 中国水墨化里面骑车 哇 真的非常漂亮 你可以看到 它很多很多岩壁 这样就很像一个大水族巷一样 我在水族巷里面骑乘的感觉 非常非常不错 这是桂林 不过我又再想回到富士山一下 因为我刚刚你有分享嘛 不是大叔啦 是一位年轻人 不是 只是一个男士 对 骑鼠旅车嘛 就是骑25公里哦 对 因为他每一年都有参加 重点是他骑着菜篮车哦 菜篮车 他骑菜篮熟女车 就玩菜熟女车 然后呢他还Cosplay 他Cosplay成出英未来的图案 那其实里面是男生 他穿短裙 而且他玩骑时间是1个小时15分 这样速度很快耶 非常非常快 那他今年来挑战我们东晋乌林 从花莲开始骑 骑到我们的乌林山上 总共80公里的路程 从海巴林 也是骑他那一台 是 他把他那台车 从日本运来台湾 参加这场活动 真的是超酷的 哇 真的是很酷 他真是爱骑单车 那桂林他去过吗 桂林他可能下次 明年再去推荐他 他每一年都参加这场活动 所以这个桂林的话 他的应该是说 你刚刚讲有一个均坡 他高度就是比较高一点吗 桂林其实他不会有坡 因为他全程都是平路 你骑程下来就是真的 你会觉得一层一层一层 一望无尽的山水化 很漂亮 那因为桂林骑车 我们主要还是以旅游为主 那我们就用平靶的登山车 就不会带自己的公路车去 这么尽数的活动 那冲神沃约 沃约当然就是距离台湾最近 就大概是像搭高铁一样的感情 飞机大概不到40分钟就到了 90分钟就到了 真的非常非常近 那因为沃约它的海是七色的 又蓝又绿 因为它海里没有珊瑚礁 太阳照射下来 那个景色是真的真的非常漂亮 但是我去沖繩 其实那场活动 有点挑战 两天骑331公里 其实就是第一天 我从台北骑到云林 我第二天再从台北 骑到彰化的距离 不过我就是还沖繩一整圈 骑完真的非常过瘾 而且我的公里数也是非常非常的长 为什么你都没有晒黑啊 真好奇耶 那骑身你最重要还是一定要喷防晒 因为防晒你不仅防晒黑以外 还可以防晒伤 因为比较怕还是会长斑 或者是得皮肤癌 所以防晒真的是非常非常重要 那要请教主任 主任主任这么多景点 你看然后不骑后悔 你会先选哪一个呢主任 我大概骑月潭 比较冰台一点 不然这也是比我们 应该算是比较近 也没有那么高难度 所以这个是全家大小 真的都很适合去骑对不对 而且它当地也可以租脚踏车 所以如果说我们不是像 你们是那么专业 我们当地要骑租的那种脚踏车 就可以了 而且它还会你完成之后 你自己手机 现在有手机GPS记录嘛 你给当地的就是服务区看 它还颁发一张 环齐日月潭的证书给你 不过看你到了这么多的 这个应该说是这么棒的一个景点 天宫应该都很作美 都没有下雨 应该都风和日雨就对了 好 所以要祝你完成是 武嶺一百岁之前 六十岁的时候完成一百次 好 我们还想一百 是六十岁之前还要挑战一百次 然后一年再换算是要去两次 好 祝你成功 谢谢 那今天非常谢谢美丽的夏美 跟大家分享 那天宫当然也很作美 因为没有下雨 可是如果说下雨了 你又很想要去骑程的话 有个好方法一起来解决 好 我们的单车达人 夏美准备要出发了 可是因为今天碰到台风天 外面是风强雨大 那这时候怎么办呢 虚拟实境就派上用场了 好 夏美出发了 好 今天我们要去的是黄金海岸 这虚拟实境 刚刚我们看一下 是不是也是此生必去的一个景点 好好出发了 感觉怎么样呢 夏美 我觉得超酷的 有点像是黄金海岸的感觉 黄金海岸的感觉 在家里骑程 应该就不必戴安全帽了 但是户外的时候 这个佩佩还是要注意一下 好 现在我们是 他告诉我们现在是往北行 夏美 你在骑的时候还有飞船 飞船在上面 对 而且都没有人 蛮酷的 对 而且你看整条街道 就是为你设计的 没有来车 没有对向车道 转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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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是要转弯 而且现在大太阳了 又转弯 又转弯了 对 真的 不怕刮风下雨 对啊 可是要停 要结束吗 应该要结束 结束 我下坡了 我在下坡 为什么你们下坡的时候 都是要刹车吗 就是这样子 对 好 要继续踩 继续踩 好 继续前行 好 应该是经过一个坡道了 下坡坡道了 对啊 好 可是其实这样踩满船的 还是有运动的效果 对 我觉得我现在心跳可能有180 180了 主任这样有运动效果 这有运动效果 这有运动效果 有运动 有运动 小心点 这速度好像有点快了点了 继续往前 因为其实我们 骑脚踩车的时候 对 最怕下雨 下雨天的时候 我们很容易会砍掉重链 是哦 因为会太累 现在超慘了 现在超慘了 也是达人 那这样子 如果这一半也上去 应该还真的有这个运动效果 所以这个可以解决 就是说我们外面 刮风下雨的时候 甚至大太阳 可是你们其实 那单车当然都有骑车影 对不对 因为其实我们不骑车的时候 很容易就是会比较 你无法去骑 比较长距离的地方 对 所以就其实 你还是需要再加努力练习 那通常的话 你们很喘 他刚刚骑太快了 对